Hello,大家好,我是陈兵邦 今天就会说一下千万不能够住的屋 哇,有很多人害怕呢? 这次你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个,不是那么难的 我们在,即假设是一间房子 我当这个是一间房子 这个是前面 这里为之名堂,叫朱着坊 这里就叫青龙坊 这里就叫白虎坊 后面就叫袁武,或者叫靠山 如果,我转着面 这里就变成青龙坊 这里就变成袁武,或者叫靠山 如果叫靠山位,是这样高的 一般这样为之叫好 即是好像,如果我这里 是有一个小小 一个好像枕头的形状 尤其是好像枕头的形状 因为我们人睡觉 正正就好像 我们要靠到枕头,是不是睡得舒服 但是呢,如果你后面没有靠 就好像没有枕头 那你的头就好像 跌下来,你觉得你会不会舒服 不会舒服 也会老冲血 所以,如果后靠向下滑的 是容易会短命的 因为我们的后靠其实也是主要什么 寿命 仁丁 所以这些屋一住下去 就会又选丁 又选寿 即是容易活短命 容易多病痛 再加上如果你的龙边 龙边也是主要健康寿命的 龙边又是低陷 向下滑 可能是斜坡 而后面又是斜坡 那真是麻烦了 这些屋不是那么容易化解 不是说你放两个东西就可以摆得到的 那可能你要种树 甚至乎可能建一些大件的围墙才能够 那如果在一些叫单位里面 就可能是比较少些会出现这些状况 不过 如果你和大厦的后靠 即是可能是后山 都是向下滑的 对整栋大厦来说 其实都是有些问题的 所以记得最好不要选择这些地方 当然,可能你的单位的飞升 即是可能你的左向好 会顶到一时 但是长久住下去 要记得很多时候 刑家 即是我们叫链头 外形的东西 即是山、营、水势等 这些是比较长远一点的问题 但是它一发生 有时是逆转不到大的身体问题 即是可能是一些器官坏了 因为那些 你想一下 可能是你心臟病发 或者是你爆血管 或者中风 这些一发生了 你觉得有很多逆转到 好像没有发生一样 是不可能的 所以刑家的东西 是你要很小心处理 即是我们风水师 很多时候叫地理师 我们看的 正正就是看 咦?后面和左边 这样的时候 我摆东西够不够到呢? 我们会建议你 要是你短租 即是不要在那里长住 即是被之质吉 第二个就是八大胸王线 这个就涉及一点点 我们风水师用的罗家 其实有八个方位 对吗?有八个方位 例如 我现在这样去看 罗家有上个BB班 就知道我说什么了 想知道多些知识 第二期BB班 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 所以记住想学一下 全魂不求人 那你想不想知道自己的八字 如何去招财 如何去招贵 和和什么人合作生意 会有利呢? 那原学BB班里面 就会教你 看简单的四处八字 在笔记里面 会附送很详尽的 神杀速查表 让你去放风水陣 同时也会教你 简单的风水 如何去选一间好的屋 如何因应你自己的职业 而选一些合你自己的位置 从此之后 无论你租屋 买房子 都会选一间合自己的风水屋 从此改变人生 原学BB班第二期正式接受报名 原学BB班第二期正式接受报名 那你会发觉呢 一个圆圈 就是我们的地球 就是一个圆 一个圆形 是多少啊? 360度 是吧? 那360度 我们除了白的 就是45度 一个挂位 就是一个方位 那方位与方位之间 其实呢 是有条线的 例如 南和西南之间 是不是有条线啊? 哦,是的 那如果这么巧呢 你在你的家里 量度这个座向 就是你的家中心 量度这个座向 那么巧呢 它的道数 是比如南和西南之间的那条线 正正踏上那条线的道数 那这些就叫做八大空亡 那如果我要给你一个道数 就是你 譬如你拿着你的手机 iPhone也好 Android机也好 什么都好呢 你在家中心怎么 咦?量度出去 哦?中到我现在说的道数啊 那就真的会 险材相丁啊 甚至乎是有多病痛啊 诸事不顺啊 就是所有 就是这些比较衰的东西 都会容易发生的 那么其实 还有分这个大空亡 和这个小空亡的 不过呢 我们今天呢 就不去教这个东西了 但是就想给大家知道 原来是有八大空亡线 就是好像很夸张那样 是有的 那这些呢 也都不是摆东西 可以化解那么简单 就是摆东西呢 就是我们要根据一些 叫飞升 或者甚至乎 可能是用不同的派别 有些东西去放 但是空亡线呢 往往就是很难救 就是风水师 都不是说各样东西都救到的 那么 除非我们可能是 要用其他的方法 可能是叫扭的座向 那是有方法 但是就 如果你不懂得去量 你不知道 我刚刚说的八大空亡线 如何量度的话 叫你双熟的风水师 去 真的帮你去家里量度 就真的最准 那这个八大空亡线呢 其实呢 给大家一些知识 就也可以 不单止是这个阳宅的 其实阴宅 你立的墓碑 可能都会中到空亡线 然后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 还有就好像绝止绝孙那样 第三 就是两栋很高的楼 其实之前有一集我都说过 两栋很高的楼 然后就压住自己住 那里 例如 就是两栋很高的楼 就好像这样 假设 那个人是住在A 就是那个人是住在A 然后有两栋很高的楼 在左边右边 这样压住自己 主要高过自己 可能是两三倍的 就是等于身位 好像高两三倍 那这些就叫做是压住自己 那通常呢 这些是会有什么效应呢 轻质 精神压力大 就是容易个人呢 好像是 哇 刺激不开啊 或者叫做很困困啊 或者叫做 这个人呢 是处于这个叫 避害者模式啊 就是这样 好像很多人想不开 那样 嚴重一点 你知道吗 是容易会自杀的 就是会逼到那个人 是好像逼到你爆 啊 我承受不了这些压力 之后呢 就可能是会自尋短见 都不出奇 所以这些屋呢 就我们一定要离开 那就是 因为我都 之前 都有讨论过一些case 就是 其实是 有时看新闻 我们都会见到的一些case 那我们当作case study 那跟着 咦好像真的这样 那还有呢 我们看回一些叫外国 就是外国的 有些屋都是这样的 那因为香港呢 就少一点house 少一点house 那但是呢 记住呢 如果你的大厦呢 这些多的大厦 可能刚好你后面那两座 就是 后面 亦都有左右 夹住你呢 是比你高很多的大厦 都当是 喜欢这条片的 记得要like share和subscribe 还要按铃铛 一有新片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了